哈喽大家好 大家猜猜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我最近呢买了一个这个篮球 这个篮球呢我为什么要买呢 是因为首先我的另外一个篮球稍微有一点点别了 就是打完气之后第二天它可能就很别 可能是因为就是踢的或者是那种锤的之类的 它会让球变得那种很扁 而我今年买的这个球呢 就是我同学的一个我朋友的一个球 之后他在亚马逊上买的一个篮球之后 他给我介绍的然后我认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篮球 这个篮球呢就是Wilson的Authentic NBA Basketball 在亚马逊上呢它那个价格呢是26.99 本来呢是49.95 他打了一个折现在变成了26.99 所以我就干脆在这个打折的这个时间 还看着它挺便宜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球买下来了 nice 因为他这个球呢是一个NBA的Wilson的球 灵感来与NBA的专业用球 所以他NBA制作了这个球 在室内和室外都是可以试用的 就是两个都试用 但是呢我可能是会用在它室外的 因为我室内也不怎么用 所以我这个球呢买下来就是为了室外的 而这个这个球呢我看那个我的同学 呃他用的那个跟我用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球呢 已经快坏了 当时他买了差不多呃一个多月了吧 现在现在就反正有一点点球皮上有一点点摩擦了 所以我不确定他这个球能用多长时间 呃因为在外面打嘛 所有的球都是在外面打都会经过磨练 所以有可能最后都是会坏了 坏得很快 呃OK 我现在这个今天呢 我就来给他拆一下箱 我可能不会给大家就是体验一下他的手感 因为现在已经呃很晚了 我可能下一次再给大家体验一下他的到底手感怎么样 OK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球到底是什么样子 OK我们现在就开始开箱 我非常期待 我感觉他那个他那个球还是手感还是挺好的 就是他可能打不了很长时间 不过我现在用的那个篮球还是质量非常可以的 只不过就是那个篮球我呃可能有一点点扁了 就是呃打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注意之后 稍微砸砸了之类的 就是他第二天他就会扁 不过倒是还好 现在那个球还肯定肯定还可以用 那个球我是认为非常的质量非常的好 哇 哇 他直接送了一个球过来 哇塞 他这个摸的这个手感还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现在需要打一个打一下气 这个是Wilson 然后上面有那个NBA的那个标志 然后下面上面还有那个签名 他这个摸的这个手感 呃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很有那种抓手感 呃他因为他这个是 是用皮革混合混合做出来的这个球 不像那种纯室外球 纯室外球是专门就是那种 呃非常的很凹凸不平那种感觉 而他这种呢就是非常的很平溜 就是摸着非常的爽舒服 就有一些球比方说像是那种 啊 Tarmark那种球 我之前买过的那种球 我用过的那种黑色的那个球 那个球用的就是呃 纯室外球 所以他用的就是比较搓手磨手 而这种呢就是可以室内可以室外 就是不算特别磨手 我感觉还是质量 非常的好的 就是我不确定他能用很长时间 因为反正我同学那个球已经快坏了嘛 呃他这个价格呢 我当我刚刚也说了是26.99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呃对这个球也比较挺喜欢的话 可以最近买 因为最近他打折打着挺厉害的 打了一半基本上 本来是49.95 而现在是呃 26.99 打了差不多一半吧 我感觉还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球 因为这个球呃也是非常像那种NBA的专业球 所以呃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看一看这个球 到底大家喜不喜欢 因为我现在还是觉得非常的值得 我现在把球打一下气吧 正好也试一下呃他这个球有没有那种损坏之类的 哇 就是爽 它就鼓起来了 这个打气筒稍微有点坏 哇 这个手感是真的不错 称大给大家看一下 Wilson 然后他这个皮非常的光滑 就是上面一照的话 还是非常的亮的 上面这写着这个Wilson 之后这有一个NBA的图标 之后这有签名 然后旁边还有这个 呃 Authentic Series Wilson有不同的球 Wilson有什么Authentic 有Evolution 就之类的 有还有那种NBA的那种球 所以他这是用好几种 我现在 现在打起来我感觉就是摸起来感觉还是非常的爽的 就是摸摸的就摸手感非常的好 OK 这就是今天这个开箱环节了 而下一次呢 我会给大家 呃 再演示一下 再出去用这个球打一次 然后 看一下这个 这个球到底是 好不好 然后质量怎么样 然后抓地感怎么样 之后弹跳怎么样 OK 这就到这吧 大家喜欢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的第二部分视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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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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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外面这种皮就有可能会摩擦掉 而且最后呢 有可能会鼓呀 什么宝呀之类的 就那种变形呀之类的 也都有可能 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弹性 它的弹性 我现在感觉还是可以的 就是跟其他 跟我之前用的那个球 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它这个球是 弹起来是邦邦的那种感觉 很清脆 但是我之前用的那种球呢 那个球是那种 声音很沉重一些吧 就是这个弹性呢 也是也是不错的 就是它至少能 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弹力球 第三点呢 就是它的那个抓手感 抓手感我刚刚说了 就是这个球呢 它不算是特别的 抓手感非常的强 就是摸着比较舒服的一种球 就是手滑打滑 有一点点土的话灰尘 就有可能会滑 第四呢 就给就评一下它的这个品质吧 就是它这个球呢 是Wilson的球 Wilson的球 大部分都是那种 专业用球 有一些 有一些Wilson的球呢 是专门是为室外 有一些是室内加室外 有一些呢 是专门是室内 Wilson最新 就是最 最新版的一个球是Evolution 那个球我没有试过 但是我看很多那种YouTuber 用那种球 就是感觉 我看着就感觉非常的爽 用着那个球 这个Wilson的这个球呢 品质 大家都知道 就上面就是NBA嘛 然后Authentic Series in-door和out-door 上面还有个签名 Commissioner 感觉是综合手感 10分我差不多评一个8.6吧 10分 就是这个球反正不算特别 不算差 讲上一个球 我感觉我就能评差不多8.9 对 这个球 就是暂时啊 暂时用下来 还差不多是8.6左右 我可能回头再 再稍微检测检测 它这个球的质量 OK 行 那这期就到这了 这就是我最近新买的 这个Wilson的这个篮球 现在在亚马逊上是26欧左右 人家喜欢呢 就可以去网上看一看 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对这个球的这个品质 有什么见解的话 也可以在我评论机里面 调研 然后我也可以看一看 大家的意见 大家的见解 总而言之 这个视频呢 不是为了去宣传这个 Wilson的这个球 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个人建议 个人意见 就是我感觉这个球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去买 而不是去专门为了去宣传 这个Wilson 好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呢 就请支持 订阅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